里南苏澳渔港有美食 还有美意的情人湾沙滩 但在56年前 发生严重的翻船意外 造成了32人无限的罹难 是台湾教育舰三大死亡意外之一 当时民国66年 苏澳渔港是台湾十大建设之一 前总统蒋经国特邀92名大学生 搭船驻海游港 却因为超载翻覆 还导致了时任教育部长的蒋艳势下台 只是忙着救人的船长张温良 拼命救起30名学生心运活下来 唯独第三十一名学生 疑似溺水过久死亡 但接下来就发生一连串的怪事了 民国66年4月18号 苏澳渔港热闹非凡 台大、政大、世新专科等学校 92名男女学生 受时任总统蒋经国邀请 登船参观正在赶工的 台湾十大建设苏澳港 大家兴奋不已 但就在载满学生的工程船 回来进港时 这段发生了 我从来到一个大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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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不到就变过了 一船一番 64名学生统统跌入海水中 一时之间海面上呼叫喊救命 场景幻如在面面 电影里城河面对的是 比较西洋 将近温度的海水温度 几分钟内就会时温醒茫 而当年台湾四月天 所有海温虽有十几度 和三十六七度的人体体温相比 陌海水深 依旧面临可怕的时温温积 叫我们这里的副村 那个副村就是冠村沙来到这里 沙要好投赢 这样平坏让它去 目睹帆船瞬间 张温良船长赶紧拿起船上的出单 伸向水中 要救宰湖宰城的水深 从来到来到来 到来到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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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海的学生这么多 船长想能救一个算一个 赶紧再回港送你 回想翻船那一瞬间 过久的大学生还心有名气 能够活着上岸 这还算幸运的 因为一直到翻船隔日 依资了17人 傻得不赢 心急家属从台北赶到苏澳 却只能在岸上祈求孩子 一切平安 隔天救难人员打捞到翻覆的工程船 拖回港内登船检查 原来工程船只能搭载30多人 却超载了六四人 整整多了一辈 加上学生聚集在船的同一侧 一个大浪意外发生 在大学还很难考的那年代 大学生更是家中的精英 32条人命 震惊震院高层 教育部长蒋艳士 还因此应就辞职 部长请辞负责 船难事件看似告一段落 但对当时帮忙救援的船长张温亮来说 噩梦却才刚刚开始 我先做很多事情 到后来都不做事了 事业就不完就来做了 就冲冲 大尾的行名 鸡人行名 开营都会拒掉了 你实际上冲车加大 再来冲冲后 就够在那里 他又来了 他问行名 都说那些海滥在做冠 这么巧张温亮船长在这次船内 一共救起31人中 确实捞起了玉米 因为蜜水过久 没了呼吸星特大水深 明明是救人的船长 怎么会传出被什么东西纠缠 其实对这些瑜伽来说 救人或是没救成利弊的是见怪不怪 但是这个离奇的经验 实在让他难忘 广告回来再回到台湾大搜索